好教练为了保护学员鼻鼓 欢迎回来继续现场报道 这个礼拜呢我们独家关注了南京安纪驾校的教练为了保护学员鼻鼓被打断受伤的消息 今天南京市交通局驾培处表示他们将树立典型 号召交通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将最美教练王瑜学习 在中山医院记者再次见到了保护学员而受伤的教练王瑜 和前几天相比王教练气色好了一些 医生介绍王教练恢复的还算不错 在休养两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出院了 而让王教练欣慰的是 我们的节目报道后也有学员给他发来慰问的短信 这让他很温暖 而今天上午南京市驾培处和安纪集团的领导也过来看望王教练 并送上了慰问金 据了解 目前南京交通系统正在学习被铁块击中 仍不忘乘客安全的浙江最美司机吴斌的先机时机 而这一次王教练为了保护学员而受伤更是成为大家身边